大家好 我是Crystal 今天又輪到我為大家介紹手袋的環節 今天我選了兩款LV的小的Wallet on Chain 為大家介紹一下 即將是母親節 因為母親節的禮物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準備到呢 今天我會推薦一下其中一個可以作為母親節禮物的LV WOC 首先第一款介紹就是LV近年非常流行的款式 叫做Tafenny 為何它的特別之處呢 首先我們會看到一個雙LV Monogram的平皮色 一個是比較流行的淺啡色 上面會作一個深啡色來做基調 而我們也會看到LV中間的圓形扣 是會有越於它之前普通的LV扣 看上去更加時尚 而入面會用一個鏡皮 亦可以擺放卡住的位置 這個手袋邊邊都是用了淺啡色的皮革來包含而成的 旁邊就像一個正方形的框位 看上去是比較有次序和井然有條的 這個包包的厚度呢 亦都可以足夠放到兩部電話 以及一些防疫用品 一個測試都沒有問題的 而其中一個LV很喜歡的款式WOC 就是旁邊這條五金鏈帶可以拆出來的 這個袋子有時候可以外出外試用 很方便 有時候如果說可能要去喝 或是親朋戚友的聚會 拆了一條帶 搖身一邊 又可以變成一個非常之大方得體的手包 看上去是可以一袋易用的 所以我非常之推薦 這個可以作為母親禮節禮物的手選 而第二個呢 這個就是一個屬於啡色方格的WOC 這個WOC會比之前我們介紹的 Tafenny會比較有歷史留舊 但適合一些比較低調的媽媽 因為有時候媽媽出外 未必想這麼高調的 經常會看到LV的Monogram 這款手袋呢 就用回這個傳統的LV的七盤格 旁邊呢 令它不會這麼成熟 就會有一個粉紅色的皮革邊 而它裡面呢 也會用一個粉紅色的鏡皮 這款呢 我們要重點推介一下 因為它會比剛才Tafenny的內容格更加實用 包包裡面呢 可以放到8張卡位 這樣呢 會比剛才Tafenny的內容格更加實用 然後呢 現在呢 我們會來個包包的比拼 因為這兩款包包呢 拆了一條鏈帶 都可以當手包使用的 但如果說說厚度來說 Tafenny會比較厚 看下去呢 放東西的空間比較大些 但是呢 放屁格這個呢 就會看下去 會比Tafenny大些 所以呢 你可以放的東西呢 放的尺寸就會高些了 不知道大家呢 對這兩款包包呢 選好味呢 有什麼心意呢 以下呢 就會由我們同事 作為一個示範圖 介紹一下這款包包 可以 既可以斜背 又可以用來兼背 的一個尺寸 還有呢 一會兒呢 我們就會把帶子拆開 拆開了之後呢 這兩款包包呢 迷你包包 又可以作為一個手包 在日常心的支使用 所以呢 LV的WOC呢 會其實呢 比其他品牌呢 更差之實際 這個是我呢 非常之推薦的 不知道大家呢 有沒有興趣呢 這一款呢 同一款的模式 Tafenny的上身圖 又可以兼背的長度 斜背呢 也是沒有問題的 Dafenny的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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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 Dafenny的網絡 Dafenny的網絡 也可以作為手包使用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交本人在名人站的WeChat或WhatsApp 要獲取更多產品資訊和詳情 謝謝大家的時間 我們下次再見